這樣的行為真的很危險 就是在台中大理區的親子公園裡面 就民眾目擊到兩位小朋友 把三人旋轉秋千的設施 是旋轉到高高飛起 而且兩個人其實都離地面是好幾公尺 旋轉速度也很快 讓旁人捏把冷汗 建設局就回應了 說這是錯誤的使用方式 會加強懸導 公園裡竟然出現遊樂園的天女散花 設施高速旋轉 上頭小朋友越轉越高 離地面越來越遠 讓人分不清他是開心 還是害怕的叫出聲音 沒多久在地上加速的小朋友 也跳上另一個座椅跟著旋轉 空的座椅一陣狂甩 他差點就被打到 整個過程令人捏把冷汗 肩膀非常危險 看著他啊 對 我們會在旁邊看一下 會制止他們 會制止他們 對… 建設局說這是三人旋轉球前設施 限制六到十二歲的孩童 小朋友坐定在座椅上 由家長拉著彈性感推動 協助轉動 我們會就那個周邊 就是安全檢舉 就是來阻隔啊 或者是一些警示 來提醒那個公園的使用民眾 我們不要跟小孩有交織的問題這樣 能體驗靈性力的擺動感受 不過最重要的是 必須注意擺盪幅度 這處親子公園 就在台中大理 市府表示 將在現場設立警示牌 提醒家長要注意 孩童的使用方式 以免造成孩童受傷 也危及其他民眾的安全 記者 許凱迪 視頻華 台中報導